用一个打火机就能焊接的万能焊条 真的好用吗 先看一段视频 这种新型焊接材料 同于要新焊丝条 它可以焊晶银铜铁铝 用的时候只需拿打火机点燃就可以了 它是通过自身燃烧来焊接 操作简单强 马上回来了 现在咱们把它拆开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万能焊条 到底有没有这么好用 就是个小东西 我们看到了 这边还有一个用途 上面写的是 专业焊补铁铝管不锈钢 还有竹木陶瓷塑料 原型酱各种器材 说的非常的好用 种类比较多 咱们看一下 这个内部 两根 我要的两根 怎么给我发在这三根 好像 这个是断的 然后从这个外观 颜色看着像是金属的 但是呢 这个重量非常的轻 它应该不是金属的 先找块磁铁来测试一下 并不稀 说明啊 它不是金属的 现在呢 咱们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它好用不好用 到这儿呢 我找了个电水壶 单独呢 在这上面开了个洞 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万能焊条 这样的效果到底如何 然后呢 看一下它上面 还有这几个字啊 独家生产 国内首创 听着非常牛啊 牛不牛呢 测试完后就明白了 首先啊 呃 这个东西呢 实用的时候非常简单 只需要用个打火机 就能把它给烤化 然后呢 我们开始啊 测试一下 先焊这个啊 把表面先给它清理一下 清理干净以后啊 打火机 先电着 给它先烤一下 这样一烤就化了 看到没有 很轻松就化了 然后这个烟啊 有点硫磺的味道 现在看不清是吧 其实呢 这万能焊条呢 已经要燃烧了 使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它的效果好不好呢 我们测试完以后才能知道 OK 现在已经把这个洞啊 补住了 看着它已经蚂泡沸腾 像着火的样子 还真着火了啊 看来使用这个东西 它非常危险 不是 这个家还是燃烧 燃烧了半天 我 我 吹了了半天 终于把它给吹灭了 上面这个东西呢 已经燃烧完了 才把它吹灭 我好像这个操作有点失误啊 接着再来焊一下测试一下 这一次啊 把它焊完以后 直接先把它吹灭 让它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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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次焊成功了 我们先让它冷却一下 等冷却完以后 测试一下它的强度 到底站得牢固不牢固 现在呢 已经过去十几分钟了 温度呢 已经架上了 没有温度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东西啊 焊的到底牢固不牢固 先猜猜这边 不行啊 轻轻松松的 就把它通了个窟窿 看来这个东西 非常的不靠谱啊 妥妥的是智商税 还感觉啊 没有胶水沾得牢固呢 所以说啊 这个视频呢 大家要点赞 转发一下 让更多人都知道 这个东西啊 不可用